好,各位同學,我們下面來討論 碰撞問題 但是是在二維的碰撞 特別我們 討論這個特別的情況,就是所謂的 擦邊碰撞問題 在這個問題當中,其中一顆球是靜止的,另外一顆球撞不來 所以對於這樣的碰撞問題,我們有一些 有些參數 有些變數跟方程式 所謂變數當然就是 第一顆球 它的質量跟它的速度 OK 那麼對於速度,因為我們可以選擇這顆入射球的方向做的X軸 所以我們只有 V1的X軸方向的一個 速度 就是它的 唯一的分量 因為我們就選擇 入射的方向就做我們的X軸 所以 這邊一個變數 M1 還有一個V1i 兩個變數 M2 第二個 變數 然後 撞擊之後 M1假如說 往這個方向偏 M2往這個方向偏 所以我們還有另外 第四個變數就是 V1 它的末寮的速率會變成 多快 然後被撞的M2 它開始運動之後的速度有多快 所以 V2f 我們只管它的速度大小 而把它的方向 就用SETA1跟SETA2來表示 相對於X軸的 角度SETA1跟SETA2 所以大家可以數一下 我們總共有7個變數 1 2 3 4 5 6 7 7個變數 這邊我們只保留它 大小 因為它的方向用SETA1跟SETA2來表示 所以我們總共有 M1、M2、V1、I、V1、F 跟V2、F 還有SETA1、SETA2 總共有7個變數 7個變數但是我們有幾個方程式呢 我們有3個方程式 第一個 動量守恒 入射 前 碰撞前的動量 我們有這個方程式 碰撞前的動量應該等於碰撞後的動量核 碰撞前的動能核應該等於碰撞後的動能核 因為我們假設是彈性碰撞 就有這個動能守恒 所以 我們 可以把這個式子 寫成兩個分量 比如說這個式子 是X方向的分量 X方向分量有個初始的 X方向的動量 就是這個 碰撞後的動量 這兩個在X方向的分量 就是這兩項 然後在Y方向的動量核 入射的時候沿著X方向 所以沒有 初始的Y方向的動量分量 而碰撞完之後有兩個動量分量 兩個 這兩個加起來也必須等於這個 所以我們有這三個方程式 動能守恒就是 入射 碰撞前的動能 跟碰撞後的動能 所以我們有這三個方程式 7個變數 3個方程式 所以 如果我們 知道 椅子的 4個 如果我們知道4個 椅子量的話 再配合這三個方程式 就可以求解整個 碰撞問題 所以我們下面來看一些 特定的例子 我們可以來求解的問題 比如說在這邊 我們令 M1 V1i M2 還有這個 θ1 假設這四個量是已知的 forgiven 那麼 我們就可以來算出 θ2 這個角度 還有 碰撞之後的 more 速度 這兩個more 速度 我們可以 把這三個量解出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的我們的方程式 裡面的 動量守恒的式子 我們知道 有這個 x方向的 分量 因為我們現在假設 m1等於m2 假設 這兩個是同質量的 兩個 粒子 假設 這個知道 還有θ1 碰撞完之後 入色的 粒子的 more速度的 方向 跟 入色的夾 所夾的角度 這個如果知道 那我們就可以求解這個問題 好我們看求解的過程就是 這個是 x方向的動量守恒 可以寫下來的一個式子 那這個是 y方向的動量守恒 所寫下來的式子 還有一個 就是 動能守恒的部分 我們知道動能守恒 是這個 因為每個m都一樣 2分之1的所以我們有這個 所以我們有這個式子和這兩個式子 那我們把第1式跟第2式把它平方 把它平方求合 1 4 平方 24也平方 然後加起來 加的時候你注意到 這一項 會有個cos 平方 θ1 v1 f 的平方 還有 還有 我們來跟這個平方的時候 那就有個 sin θ1的平方 那這個 也是平方 這兩項加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cos 加sin 平方 所以這個係數變成1 所以會得到一個v1f的平方 就是這一項 這兩項平方 相加之後得到這一項 那這個也有一個平方 相加 會得到這一項 對不對 然後 這兩項平方的交叉項是 兩倍的 這兩個相乘 這兩個相乘的時候有v1f 跟v2f 我提到外面來 所以有cosθ1 乘以cosθ2 就這一項 當然還有個2 2的這個 係數 同樣的這一項的交叉項 也是有 sinθ1跟sinθ2相乘 那因為這是減 所以有一個減號 所以 交叉項把它提出來變這一項 平方的那兩項 是這兩項 左邊整理好 右邊就是這個很單純的平方 然後 然後我們注意到剛剛所講的 動能守恆 給了我 v1i的平方要等於v1f的平方加v2f的平方 就是這兩項的平方 所以 我們知道 這一項 跟這一項 會消掉 換句話說 這一項本身必須是0 那當然 這兩個都不會是0 所以 要是0的 就是這個刮譜裡面的 cosθ1乘cosθ2-sinθ1乘sinθ2 我們知道核差化基公式告訴我們這一項 可以寫成這一項 cosθ1加cosθ2的展開就是這個 OK 所以這個是0 表示這個必須是0 cosθ1加cosθ2這個角度 兩角之合就是這兩個 角度加起來 chcosθ1必須是0 表示它必須是 90度 2分之π 換句話說 入射的粒子 碰撞完之後所走的方向 跟 靜止的粒子 被撞擊 開始運動的方向 這兩個 墨速度運動的 向量所夾的角度 其實是90度 OK 90度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果 這個 這個性子 同學如果玩過撞球都知道 兩個同樣質量的球在撞球桌上 你去撞它的話 我們擦邊碰撞的時候一定會注意到這個現象 入射的球去撞擊的時候 它一定會從90度的方向上彈出去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 日常中所 所用到的經驗 只不過 再把它 用 動量手橫 跟彈性碰撞的動能手橫 推導一遍 OK 我們把剛剛我們的推導 再回到最起初的 用 向量的動量手橫形式來寫 好我們注意看一下這個式子是什麼意思 入射時的動量 右邊這項是入射時的動量 就是這個指點 入射的時候的動量 對不對用向量來表示 左邊這兩項分別是散射 碰撞後的兩個 粒子的動量 所以 碰撞前的動量要等於碰撞後的動量 動量手橫 然後 下面這個式子呢 是 這個 把這個式子 把它 平方 就是自己跟自己內積 當然 取平方之前我們先把m 都一樣都把它消掉了 然後這個 平方 就會得到v1f的平方 跟v2f的平方 就這兩項 還有一個 是兩倍的這兩個取內積 就是這一項 那要等於 右邊的這個的平方 那這一項 又是跟剛剛一樣 就是這個動能手橫 所以這兩項消掉了 那也就是說 v1f .v2f 必須是0 就是我們所說的 所以 我們就得到 剛剛我們所講的 如果v1f降進來 然後 入射的粒子 速度方向是這個方向的話 被散射的粒子 這個方向運動 它們之間所加的角度 角度是90度 是個直角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 原本的這個 向量的形式來推出這個重要的結果 好 我們討論了 二維的彈性碰撞問題 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 範例 現在有一個指點 它以 300公尺每秒的速度 跟一個 與它同質量的 靜止的一個指點 發生 二維的碰撞 而且是彈性碰撞 假設 這兩個指點 碰撞之後 已知 各自帶走的動能 我們知道動能是守恒的 第一個指點 碰撞完之後 獲得的末動能 是 原本入射時動能的 四分之一 靜止的那顆粒子 運動起來之後 反而獲得了比較多的動能 帶有四分之三的總的動能 從這個結果 請你來計算 碰撞後 兩指點的速率跟方向 OK 那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 利用剛剛我們的推導 我們知道 如果 我們入射的角度 當作我們的 X軸的話 那麼我們的 V1F跟 X軸 入射角度 所加的角度 如果我們叫 Theta的話 那被碰撞的那顆粒子 它的 運動的角度跟 這個入射的 X軸的方向 所加的角度 一定是 加 90度 減Theta 因為這兩個 是加 90度 對不對 他們是直角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有這個結果 好再來 我們 按照 題目的意思 這兩個指點 它碰撞後 各攜帶的動能 第一個粒子的末動能 是初始動能的 四分之一 第二個粒子的末動能 是四分之三 所以我們可以寫下這兩個式子 那把 所有的二分之一 M都消掉之後 我們知道 V1F的平方 會等於四分之一的 V1I的平方 兩邊 開根號 你就會得到 V1F是 二分之一 一半的 V1I 對不對 V2F 是四分之三的 開根號之後變成 四分三開根號變成 二分之根號三的 V1I 同學們再注意看一下 我們 看一下這個散射的 圖 兩個碰撞的圖 我們知道速度之間要存在這個關係 他們所夾的角度 應該是90度 並且我們知道 這 之間我們在前面已經畫了一個圖 這是V1I的入射的 如果 我們的 這個 V1F 比如說是 這個方向 它的 大小 比如說是這麼長 因為它攜帶 比較 少的 這個 動能 所以 假設它比較小 那麼 碰撞之後的 當然 這個 V2F 因為它 攜帶的動能比較多 所以我們說 把它畫長一點 對不對 像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是直角 這個之間的夾角 是直角 那所以我們知道 如果我把 這個V2F 搬到這邊來 平移到這裡來 其實就是這個向量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 V2F 向量 向量 這是我的 V1I向量 OK 所以它形成的其實就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個角度跟這個角度一樣都是直角 所以我們就知道我的V1F在這裡 V2F在這裡 斜邊是我的V1I 那我們 已經知道 假設這個角度是θ的話 所以我們 很快可以得到 我的V1F 就是 cosθ 乘上V1I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個性質就是 V1I乘上cosθ 應該就是我的 V1F 同樣的 V2F這個長度 是對 對邊 所以 V2F應該是 V1I乘上sinθ V1I乘上sinθ 這邊我們所呈現的 應該就是 V2F 所以我V1F V2F 又可以寫成這兩個 cosθ 跟sinθ 所以 從這個 式子 我可以解出來 可以明顯的把這個消掉 cosθ 是1 當cosθ 是1 的時候 我們 知道 這個 θ的值 應該就是60度 因為cosθ 是1 我們也可以再 代進下面這個式子 那麼sin60度呢 sin60度當然是2分之跟R3 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是對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了 這一邊的這個角度 θ 應該等於60度 OK 好所以我們 很快的把他們的方向定下來了 這邊 的方向 跟這邊的方向 散射之後的方向都知道了 那麼 V2F 跟V1F的大小 我們當然就已經 剛才已經知道了 是2分之1的乘上 V1i V1i是300 所以2分之1乘300是150 2分之跟號3乘300 V2F 是 150跟號3 也就是260 所以大小 跟方向 都 得到了 所以這個立體 告訴我們怎麼樣應用我們剛所得到的 二維彈性碰撞的公式 好 我們剛剛討論的是關於彈性碰撞 我們在這個例子裡面我們來考慮一個完全非彈性碰撞 當然 這是一個二維的完全非彈性碰撞的問題 好有一個值點它的質量是0.6公斤 它運動的速度是往正X軸的方向 速度是100 另外一個值點 它的質量是0.64公斤 它的 運動的速度是比較 快速一點 200是它的兩倍 但是方向是在正外方向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個問題是 有一個值點 有一個 有一個值點 它往正X軸的方向 這邊跑 值量稍微大一些 有一個值點 它的 值點的大小稍微小一些 那它往正Y方向跑 題目說 這兩個 會在原點產生碰撞 所以 我們假設 他們兩個會在這裡 碰到 這個假設是原點 O點 就是這碰撞的點 碰撞 他們兩者在這裡碰撞之後呢就黏在一起了 就黏在一起 然後當然 會往一個 沒有了的 動量的方向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動量守恆 即使對完全非探心碰撞 動量仍然要守恆 動能不會守恆 但是動量還是要守恆 所以 這個 碰撞完之後的合體之後 運動的方向 將由 原本初始入射時的動量核 來決定它的方向 所以我們很快的把這兩個 向量 加在一起就是 墨的動量 P1 第一個指點是朝 X軸方向 是 100 的向量 乘上 質量0.6 P2 往正Y方向 是0200的速度向量 乘上0.4的質量 所以把這兩個向量加在一起 就是 60 加上 080 就是 60 80 所以我們的 PF 運動的方向 應該是 Y軸方向 80 X軸方向 60 所以大約是 比較往這個方向運動 對不對 這裡 是 60 這裡 是 80 的分量 好 那麼 那麼 從這樣的一個 結果 我們可以 很快的 把末了的 兩個 值點 合體之後 直行動量的大小 應該就是這個 絕對值 這個向量的絕對值 當然就是 100 然後 它的這個夾角呢 跟 X軸之間的夾角 我們也可以算得出來 X軸的夾角就是 這邊的 80 跟這邊的 60 這個數字 叫我們 叫theta Tangent theta 要等於 80 除以 60 或者 Arctangent Arctangent 80 60 就是我的 theta OK 所以 就是 3分之4 所以對應到 53度 所以theta 應該是 53度 所以 我們的 末了 動量 也就是 磁心動量的大小跟方向得到了 現在 第二個問題問 這個非彈性碰撞 碰撞之後 系統損失了多少動能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初始的動能 就是這兩個的 速度跟質量所決定的 所以2分之mv平方算出來之後 是11000 末了的動能 當然就是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k 可以寫成 1分之1的 mv平方 也可以寫成 2分之m mv 畫骨的平方 而 這個 mv就是p 所以我們知道 k可以寫成 2mv平方 所以我們把 2m 兩個的 質量和 0.6加0.4 pf 剛知道是100 所以100的平方 所以把這個算出來 我們知道 末了的動能是 5000 初始的 動能是 11000 所以損失了多少呢 就是 11000 減掉5000 損失了6000 焦耳的 動能 好 這個就是一個 二維完全非彈性碰撞 我們就如此考慮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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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5